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恆基中華電力 聽說要員工要簽反佔中 昨天… sorry 不是昨天 不知道哪一天 有一班反佔中 去了恆基樓下 其實你對於僱主要員工 他簽就死不簽就死 即是局簽 你不簽就解僱了 你覺得這樣可以做一個數量出來 你說對不對 當然不對 但這些就是很典型共產黨式操作 即是所謂淫威化 在它淫威底下 全部叫你各國歸隊 靠哪一站 你不歸隊不靠哪一站 即是共產黨的說法 用北方土話的說法 有你好漢的 即是你欣著來 那這一種這樣的做法是很惡劣 即是說香港回歸17年之後 共產黨由於太癲 就將香港人全部逼入去這個 舊式的中國文化 那香港人唯一 新一代唯一 就只能夠是陽奉陰為息 即是底下去頂他這種舊式文化 只能夠底下頂 即是意思 你真是在中電道的 你夠膽做 或者說你中電做的 我想問 你中電做的 其實你中電自己很想幫 中電自己都被它吃緊 是啊 你要做一個什麼華能力 香港發電 你中電都想反對它 但是為什麼它還要賣核電給你 賣一些最毒的核電給你 是不需要說明是核電的 總之是 那個筆頭就叫做中國電力 或者華能力賣電給你 裡面有多少%是核電呢 就說不定的 說不定就是越多越給你 因為可以收貴一點 這些很慘 中電都不想做 但是中電不想做還是不想做 這個家道理 這個是猶太佬 他的家族在這裏靠這裏開飯 他可以不跟你合作嗎 不合作就說 最後我將你趕到海 那他就要被迫著跟他做 那個是李兆基 不是李兆基是恆基的 是的 那恆基當然不用說 他是股東力 我說中華電力就是家道理 他是股東來的 他主要不是那個股東 他是煤氣 他是煤氣 他當然會買這些中電 但是中電主要就是家道理家族 當然是家道理家族覺得要合作 這些不用說 猶太佬是最會做生意的 他只是說錢而已 他跟你說道德 所以他自己 這裏又要前門拒浪 就是不要讓華能進來 後門又要拒撫 又不可以讓你說 你又不幫我 那他就要逼中電的人去簽 但是你可以看到 如果既然是這樣 他就很給心意做 你做一下做一下 阿爺要的 你乖乖地簽 大家虛應一應故事 大家都走過場 大家都扮一下 這個沒辦法 我們接下來香港這個局面很慘 如果這樣 已經我們裕畫 中藝那些 你知道入到那些售貨 大陸的 所謂大陸的 一入到那些售貨員 根本就不想你買東西 因為它是投票機器 如果這樣咬下去 中華電力 煤氣公司 全部都是大機構那些 員工都叫他去投誰 去香港我們沒有了 泛民都沒有票 又不是我沒有票的 你那票和我那票 那是 我們沒有唯有 你都說 這個我只是形容 這個叫八年抗戰 或者一百年抗戰都不明白 香港人根本是要面對這種 這種也不只是叫共產黨統治 這是典型中國文化的極權統治 只不過是共產黨這種 新度呈現出來 如果我們一天 改不了這種中國文化 這種極權式的做法 就算共產黨消滅了 換另一個出來 又會是這樣 這個情形等於現在埃及 整走了穆巴拉克 現在又是一個軍方做了總統 他遲早又做終身了 為甚麼 埃及人民那種的 伊斯蘭文化 是沒有辦法民主到的 他就是永遠都會撻的 其實都很慘 但是我們唯一寄望下一代 因為現在香港的下一代 真的比上一代好些 你覺得下一代還有希望嗎 當然有希望過上一代 因為上一代 我們剛才說的很多個位 說上一代是自知到離譜的 下一代至少有五百多個學生 肯出來跟你說 我坐在那裡 我給你筆 留在案底 留在案底 這些東西在我那一代 我做大學生 我都未必這樣 你明白嗎 即是說香港的下一代 真的比上一代 是肯犧牲精神多了 屎繪性又減少了 我們現在唯有是寄望他們 我們都沒有可以寄望其他東西 任何一個黑暗時代 你就只能夠寄望將來 但是 你又不可以看過去 是吧 當年不黑暗的過去 又不可以 因為你只能夠寄望將來 如果我馬上想問 佔中到時候搞五成 也都比譬如中國搞學 你說黑社會 你要打勒打勒 全部都佔不成 我想問一下 現在拍的那些都是年青人 對於年青人 你有甚麼寄予給他們 沒有啊 年青人我只是希望 你繼續在你自己堅守 你的崗位做事 既然你又供不到樓 你又不可以做那些典型 自私中產 供不到樓可能 都是一個blessing 你又沒有辦法做些自私中產 因為香港人 一供到樓 就會做自私中產 是 就甚麼都不理 或者你死 關我彼事 我就最多是 輪到那個小孩的幼稚園 連我的幼稚園給李嘉誠加完租 我都是鵪春 不找第二間 那你香港人 就繼續做鵪春 香港不是要做鵪春港 香港不可以做鵪春港 因為香港人 現在在西方人眼中 都不要說 積了十幾年下台 西方人都挺敬重香港人的 比以前 以前的香港 怎知道你是甚麼地方 以為你都是豬兜的地方 被外國人教過 或者如果是掌進的 就有些見識給我看 至少你去到我那裡旅行 都不會進到酒店大堂 大大聲 然後在那裡 見到一隻狗追 追完就馬上用來鵪 然後燒聖巴 狗吃 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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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形容 有一種民族是這樣的 真是很醜 醜過遊行 就是中國 但是這十幾年下台 西方人很多人 是對香港人的眼相看的 是 每一年看新聞 嘩 這班人厲害 是 嘩 出50萬 去年40萬 今年70萬 70萬都出到 嘩 是不是 嘩 投票 民間投票 turnout 80萬 那些人說 我們的投票率都沒有那麼高 嘩 這些是 something to be proud of 不知道 something to be proud of something to be captured 這個就是我們的傳統 形成我們香港人的傳統 我都不知道 多 proud of 香港年輕一代 即覺得 真是厲害 是不是 黃之鋒這些 黃之鋒 當然應該入大學 為什麼不入 你知不知道 我今天不跟你爭辯任何事情 入大學 他有一個理由 他就可以入大學 就是為什麼 在西方國家 入大學 不只是看你成績 看你對社會的貢獻 你知不知道 我講一句 他很實例 我是 我是 美國洛杉磯 探了親朋友 那個朋友的女兒 本來應該入最好的大學 結果入不了 入了一間差點 為什麼 沒有貢獻 典型香港人 在讀 考大學之前 對社會的貢獻 不夠隔離的同學 隔離的同學 考得差過去 就入了最好的那間 喂 人家的制度為什麼好 就是這樣 人家的制度 真的懂得 reward 社會上最好的人 我要社會上最好的人 入大學 他一入了哪間大學 我不知道 總之我就說 如果黃之鋒 根本不用跟你爭辯的成績 他還沒進到 他不用爭辯成績 因為為什麼 另外一個點 人家西方很關真爭辯的 讀寫障礙 算不算一種 clinical condition 是不是一種臨床情況 如果是臨床情況 就要給他特別加分 你明白嗎 我們現在大學都有的 有些同學弱視的 或者有讀寫困難 我真的有個同學 讀寫困難 他怎麼樣 人家考三個小時 他比他考六個小時 對 對 你想想想 如果黃之鋒 你承認讀寫困難 你給他考六個小時 為什麼不能入大學 為什麼現在的成績 你給他考三個小時 當然太可愛了 所以現在根本上 香港的年輕一代 是真的在某些方面 比我們那一代 我經常被那些八十後 疾到口硬硬 我都不懂得回答他們 很厲害的 他們現在 是啊 那唯有就 疾完就唯有認衰仔 真是疾完衰 正叫做 顧放那句 年輕可謂 焉之來者之不如今也 信言 如果你是年輕人 真是擅長 我真是擅長 擅長 我就學你了 那我想問一下 泛民現在很多 都贊成戰中 我想問一問 玉敏好像是反對的 我不知道這個人還問 總之這個人 如果我有限的了解 例如我自己看我的Facebook 我覺得他已經在 整個香港社運界都 歐了 社運就沒有人被採用台戲 為什麼 因為其實事實上 你知道政客和政治家的分別 不知道 真正的政治家 就是被人看到你有道德底線 而且這條道德底線是相當高的 就是說你不是只是為了一些很 很成頭小利很眼前的利益 你去做一件事 你是為了一個廣大一點的利益 而這個廣大一點的利益是 是你很 consistent去做 長毛就是政治家 給人家 那問題就是 你一個分裂完一次黨 又分裂另一個黨的人 就很難讓人覺得你是一個政治家 所以我認識的圈子的人 就已經基本當是outcast 基本 我講我自己的小解 基本當是outcast 已經是隨名的了 不知道你搞什麼 總之你搞的事 總之跟人就是要與別不同 但是與別不同 這件事 不可以為與別不同 而與別不同 要看形勢大局 正如我說你擲水杯 我就覺得你根本是 在那一刻 你搞局的 你搞爛局的 本來同樣 你不贊成佔中 那我就說 如果你在5月6日那個佔中 Day3之前不贊成佔中 我比較憑直 我自己都覺得 他們是不是搞得到 但是那天 或者說4月26日 因為4月26日就是我們學者 支持學民和學聯的方案 那時候佔中已經說 準備把這個方案拿去公投 就是拿去給Day3的人投 投完之後就6月22再投 那天是形勢轉變的 就是說那個佔中 突然間是應該做的 就是等於蕭若元說 他覺得你不贊成佔中是不對 那我只能夠今天說 蕭若元都幾有那一刻 幾有前瞻性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有前瞻性 總之說你是才子 你很有前瞻性 你看到OK 他說他看到 所以他不同意黃毓民 於是才要分裂的 那些人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其實我沒有空 看他們台戲的 我們都沒有看他 不過現在既然說開這樣說 好了既然是這樣 沒有理由去到6月4月26日之後 你都不贊成佔中的 你不贊成佔中 就輪到你變膠了 你變硬膠 就是你硬了看 那他有權不贊成 你有權不贊成 不過你既然有權不玩 那大家不理會你 大家都去玩 你不玩 你不知道他在這裡吃西北風 我們大家去BBQ 不是 他站反佔中那邊 一天都二十幾萬人 你是不是真的夠膽去站反佔中 你不贊成佔中 你是不是真的和笨州一齊 你做定了那個笨州 一個叫笨州容 你叫笨州民 他反佔中 那他要不就反 要不就不反 不是 這個世界除了反到不反 正如阿爺 阿爺很多低B的人都會說 還有很多空間 還有很多空間 還有很好的空間 是Stay Neutral的 又不贊成又不反對 你是不是有反反佔中 就是我不知道你了 總之 你一天說自己是泛民 你又不贊成佔中 好了 你又不是站正在反佔中那邊 和笨州容一起這樣笨州 站在街上被人笑爆 銀陽押槍頭的話 那你就給我一個position 你現在是不是準備怎樣 你準備衝入解放軍總部 或者你衝去中聯辦 趁著佔中全部拆到中環的時候 你自己衝入中聯辦 貨馬貨燒掉 如果不是的話 不要跟我浪費時間 說無謂話 我猜他就是 沒有人比共產黨的意思 那你沒有人比共產黨 那你不要做議員 如果你的意思是這樣 這個不對的 我不應該這樣說 因為這個是你說的 因為我看他的Facebook 他的Facebook 你一定要截給我看 他真的有雞纜大的事 說你不能跟共產黨鬥 如果你真的截他這句 我就馬上回答他 那你就不如辭職吧 如果他這樣就 是啊 如果你說得出這句 你跟著的Logic 不如你辭職吧 你為甚麼學人去做立法會議員 你拿著那三萬票 就說進去跟他抗爭 那現在你去抗爭才扔水杯 這頭又扔水杯 那頭又說不跟共產黨鬥 那你搞甚麼 那你就不是菠蘿蛋字 你是菠蘿非菠蘿 或者蛋字非蛋字 明白意思嗎 這頭就蓋自己一巴巴 那頭又蓋自己另外一巴巴 那也不是 他另外六四的時候 他就幫黃洋達拉票 他想多人去幫忙 這個我已經不想說了 你去幫忙 我已經是很不恥的了 很作偶的了 為甚麼 六四是用來悼念北京死難的學生 我無論你多不喜歡支聯會 我今晚都沒有去到維園 因為我呢 因為要陪一個從來沒有去六四的朋友 去說我想去六四 但我不喜歡去維園 他也都住得遠 我就陪了他去上水 我只是覺得 大家是可以有空間 agree to disagree 你可以不喜歡去維園 但是麻煩你任何人說 你搞六四的 我一定要求你 認認真真那晚 是用來悼念六四死難者 當然啦 如果你任何人搞一個六四集會 那晚不是悼念六四死難者 當然悼念 我一槍槍斃你 當然悼念啦 不是的 那晚如果你在六四集會裏面 走去說 大家支持黃楊達 兩年後選立法會 你去死吧 你那晚不是去選舉造勢大會來的 這個是 你是不道德的 這個不道德是極度不道德 對於我們這些六四的人 真的嗎 是一種極度不道德 你真是侮辱你黃楊 你侮辱北京死難學生 不會吧 因為那天真是悼念死難者 那天是悼念死難者 那天是悼念死難者 你如果不搞一個不是悼念死難者 你不要叫六四集會 你叫做搞錯個派對 你叫這班叫你去死的人 我想不會 明年我就叫你千萬不要去這個這樣的 這個組織的六四集會 因為你不是在悼念學生 你去的話 我連你都看下 如果我有朋友Facebook告訴我 你明年再準備去去的熱血公民 還是這個菠蘿蛋寺的六四紀念會 你麻煩我 否則你通知我 我unfriend你 就是這樣 Full stop 因為我們六四真是悼念死難者 如果是這樣 因為我都沒有去 我問他們那裏 我不知道他們真的不是悼念死難者 如果真是幫我讓大 你不是自己上網看 當晚去完那些人的留言 我就看到很多人是很不滿的 初初是想去那裏 都會悼念六四死難者 他不滿 我都可以移中流程 因為我自己不在當場 但是我只是說 我現在畫一條線 任何人在六四那晚 如果你搞一個集會 不是悼念六四死難者 這一班人 一定要被江湖排擠 如果這樣 我都很 就是這樣多 很失望 因為我真是 每個人 我們六四去晚會 都是為了悼念六四死難者 但是我今天聽了沙Sir說 如果這樣為了拉票 我都很失望 就是OK 我們今天都不想再說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就是希望你自己的選民 你自己去選擇你的選擇你的投票 好 我們其實在這裏 我們都有權去悼念六四的死難者 對 我們需要一點 不是有權 對 尤其是李旺陽 是吧 所以無論那些人有沒有悼念 都好 我們現在都在這裡悼念六四的死難者 那今天我們跟沙Sir 談到這麼多 因為他都激到血壓高 OK 好 拜拜 拜拜 睡醒了 這裡 有架修 很容易 的